好,主播各位观众,在台北市新一区新安街的一处铁皮住宅 在今天早上9点多的时候呢,是突然发生火警 主要是呢,在住宅的一楼呢,是全面的燃烧 我们透过最新画面能看到呢,当下的火势相当的猛烈 而且是不断的窜出黑烟 这个消防局呢,货报之后呢,是立即到现场来涉水灌旧 而初步了解呢,这个地方呢,是住宅市的公庙用途 里头还放有金纸跟爆竹 因此在火势延烧的时候呢,同时也伴随了相当多的爆炸声响 许多呢,附近的住户呢,杀坏呢,是紧急来报案 而消防局呢,在接获民众报案之后呢 也发现了,其实现场呢,是不断的窜出黑烟 甚至疑似有人员是受困待救的状况 而他们呢,在涉水灌旧之后呢,也在一楼的地方 发现了一具胶尸 但是呢,身份一度是难以辨识的 而在稍早呢,早上的10点15分已经将火势给扑灭了 而他们一共呢,是出动了18辆的消防车 以及5辆的救护车 共出动了71人到现场来灌救 而目前呢,起火原因还要再继续调查 但是呢,这起火警呢 是造成了一个人死亡 是57岁的男子 而另外呢,还有造成了一名33岁的男子 是有受伤 他的背部呢,有两度的烧烫伤 已经送往了内湖的医院来急救 而目前呢,这起火警的起火原因还要调查 另外呢,死者的状况 身份也还要继续离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